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时间 北朝鲜 据韩国政府消息人说 北朝鲜的航空兵飞行员已于9月就派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弗拉迪沃斯托克 就是海胜湾进行训练 这个为什么 其实就是北朝鲜的空军 一个就是俄罗斯的空军飞行员先的短缺 第二就是朝鲜 它的整个本身的训练体系一直都是俄罗斯体系 都是米格23 米格29 以及一些战斗机 虽然它的战斗机很落后 但是 由于都是前俄罗斯体系 现在需要获得战场经验值 然后呢 俄罗斯本身现在招募一个飞行员 现在招募士兵难度也很大 成本也高 北朝鲜的士兵成本低 北朝鲜现在目的说白了也是 为了获取战斗经验值 战场经验值 所以 北朝鲜的飞行员都已经派到俄罗斯那里进行训练 即将加入乌克兰的战斗 战争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哎 我真觉得真挺可悲的 有毛用 你派这些飞行员过去 朝鲜它本来的飞行员的它那个训练时间就不到 而且都用的那么老的装备 然后你再去 你再去那个 你再去那个加入乌克兰战场 你不是就当把鸡吗 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以往那么两年多打下来战争 俄罗斯的那个装备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落后很多 包括它最新的什么苏30苏35那个 那个战斗机也都不行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这种冷战时代的那个航空战打法了 虽然说那个航空战它永远都延续着 就是从一战开始的那一套战法和体系 就永远都是长疾疗机制 但是现在的航电随着科技发展 它那个航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现在都是玩着玩超视剧攻击 你看有谁还傻乎乎的去跟你狗斗 这基本上没有可能 而且那个机炮也已经 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 那个飞机上的机炮都已经可以不用了 那个没有装载的必要 而且还重 对吧 然后我相信俄罗斯去训练朝鲜的那些飞行员 那些体系和理念还是停留在就是这种冷战时期 什么啊 近距离缠斗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 根本不行 就防空 有可能 因为乌克兰是现在是有 呃 爱国者导弹 就明确跟你说是有爱国者导弹 这个防御体系的 然后但是你还不知道 极其国家在背后 它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有埋着 就是说隐藏着没有告诉你的那个先进的防空体系 你我都觉得他这个战机都到不到 到不了就是指定的那个战斗区域 说不定就会被击落 因为讲完了真的就是炮灰 而且而且他这个俄罗斯的战机可是 呃 击落一下少一下 而且俄罗斯的这个生产能力啊也不行 你说 他的这些战机 呃 会让中共国帮他去生产吗 我觉得不会 他有可能 中共国帮他现在产的最多的 有可能也就是 呃什么 陆军的很多装备 对吧 炮弹 呃弹药 对吧 呃 俄罗斯的那个战机 对中共国来说 还是属于一个 很精密的 那个 呃 精密生产的一个 呃 一种 一种武器 而且 从 以往 中共国跟俄罗斯合作的 有些案例 比如说 闹得不开心什么 就是说 呃 中共想拿那个 俄罗斯的航空技术 俄罗斯一直就防着中国 我们就不给他们 不给他们 然后中共也派人去偷 对吧 这个种事情 也也屡见不见很多次了 然后中间中俄也起矛盾 所以 我就觉得这 呃 这个东西现在 真的是俄罗斯 一个也就没人了 然后 第二个 现在 没人怎么办呢 他也只能够把朝鲜的这些人往 呃 往上面去填 当炮灰 然后 里面会不会有中国人的飞行员 呃 这个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对吧 因为中共他用的这一套训练体系 飞行体系 也是俄罗斯的 而且呃 你想 中共的什么 什么呃 坚持一坚十五 对吧 那些不就 就是抄的那个苏二七吗 说完了也就是苏二七的东西 然后什么轰 轰六呢 破完眼 也就是呃 呃 俄罗斯之前也不用的什么 呃 哪一代的图图系列的轰炸机 对吧 对对对对 都给些淘汰货 你看俄罗斯给 给中共国的东西 都给一些淘汰货给过去 然后中共自己在在传 在传一个那个四部相出来 我我真搞不清呃 我真想象不出来这个仗 怎么打 所以你看 习他 他现在就 绝对不敢 就是说正面迎战 所以他也就只能够 玩完就是说呃 昨天昨天那个晚上节目里面 爆出来的那句吗 呃 那个呃 就说他说 一定说要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 慢慢摸进去进行渗透 所以他 他讲白了还就是没实力 你要真有实力 你就直接 直接拉出去开打 呃 他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也是 也是瞎折腾白折腾 奥路的 还有一个你看啊 哎怎么怎么分享 点评一下 赖庆德啊 台湾总的赖庆德 年 白天时间台湾的啊 虚望 金门纪念古宁头战役75周年 你这个很明显吗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呃 跟你这么看那个吗 呃 我我觉得就是跟中共叫板吗 因为古宁头那个战役好像中共是惨败 就就全军人覆没好像那个共军全部 所以所以我觉得呃 赖庆德呃用这个 这一点啊 其实就一直在挫 挫中共 就说你你有本事就来干 你说你要呃 那个叫什么 一雪前耻 对吧 然后你觉得你牛逼 对吧 大国 就是说你不把台湾的军队放在眼里 那你就你就来干 对吧 进行炮击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就一直在挫习 然后习这个怂包 我估计是他是他是肯定不敢 因为因为他很清楚这个实力 就就不停的挫嘛 就挫到他看习哪天就是呃 就是说他他自己中共国国内经济崩溃掉 然后实在压不住就就那个了吗 呃就走走下下策嘛 还是还是就是说习还认为他现在是呃 上上策甚至是上中策 那么现在就逼他走到呃 下下策去啊 路德 是当时古宁头战役啊 中共全军覆 啊 那个赖琴德是这样说 回顾古宁头战役的手啊 说是国军 台湾军队保卫台海和平的第一场胜利 阻止了共军的侵犯 从这个胜利开始 奠定了往后安定的基础 代表了我们保驾卫国的决心 说古宁头战役让我们明白民主自由并非理所 当然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 台鹏金马的未来 他说的外部势力 你觉得是指的谁 外部势力啊 怎么解释中共说的外部势力和 赖琴德说的外部势力 你怎么看 中共说的所谓的外部势力就是挟洋自重 对吧 跟洋人搞到一起去 然后那个要瓜分中国 这个就中共的一系列的那个话语权 对吧 然后站在赖琴德这边看 其实首先你要赖琴德早就把你中共国所谓的什么两国论红线 给已经踩烂了 你看他赖琴德现在每一次出来说话都是啊 台湾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国家 对吧 那么很明显就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按照你中共国说的 已经是台独了 直接都是所谓的台独了 已经是建国了 那么如果你中共国真的有底气的话 你直接要出兵讨伐 呃 灭之 对吧 那么 他现在 现在你看他习就 什么动作都不敢有 现在好像外交部也不叫唤了 对吧 然后人家问他 就是说外交部问外交部说 呃 你 你这个台湾的一些言论 你怎么 你怎么看 他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 陈词滥调反复说 对吧 他也不敢有实质性的动作 那么美国也已经 说白了他的那个什么一中协定 美国也已经不承认了 现在现在就已经就说 大家都已经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说你 你不服 说白了就是你不服来干 然后 赖清德的 所谓的外部势力 其实就是马列势力 就是你中共的那个 就是因为你中共也不是炎黄子孙 说白了就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马列的那个 呃 就是说共产主义的那个 孽种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跟习叫板 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就来干 你干不过 那么你等着某一天被被灭掉 好路德 对这个外部势力很明显就是台湾以外的势力啊 那就是中共制的 啊根据上下文 跟中共说外部势力 中共说外部势力就是什么中华民族 啊一个中国外的势力就是指美国啊 所以两个同样讲外部势力 我觉得应该解读是不一样的 啊他现在这个紧张时刻到金门那也是冒着挺大的风险的 你怎么看是不是冒着风险啊 对我觉得他也是冒风险 而且我我觉得这个呃 因为今天今天几号今天25号了对吧 然后呃如果说真要有事的话 路德也像你说的一样就出事了不知道出什么事情 对吧 那么呃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至少来说 莱清德他身边呃以及他整个政府的班子 现在基本上是安全呃 不知道有什么力量保护着 有可能也是美军的那个特种部队就也已经呃 在台湾对吧 也已经有有有很多就是说 加强了安保措施 所以说他 才敢放心去金门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呃你作为一 帝国总统你这样去的话 你不安保措施全部排查干净的话 他是不会去的 这个地方如果说有风险的话是肯定不会去的 那那所以说他现在这样的去也就说明呃 大致是安全的 老大路德 是大致安全啊 好 关于这点咱们今天啊 这点就分析到这边了点再问 谢谢 这个啊 再见